欢迎收看重要片语的解析与运用 大家好 非常高兴又到我们重要片语的解析与运用单元 那么这个时间是希望透过介绍重要的片语 那么它的解析包含它的运用 来整体提升我们的英文协作与越南的实力 当然也希望整个节目如果对大家来讲是有关注 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 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你接收到我们最新最新的影片讯息 好我们看一下 今天重要片语的解析与运用第六期 我们介绍两个片语 第一个叫On Purpose 第二个叫Get Alone 那么这两个都是经常在我们的这个文章 英文的这个阅读里面经常出现 在写作里面我们也经常用到 好第一个叫On Purpose 那么这On Purpose呢就Intentionally 那么Intentionally就是故意的 故意的有意图的 Intention就是有意图 那么所以说Intentionally就是On Purpose 它是一个 这个On Purpose是一个副词片 非常重要的副词 那么叫做故意或者存心 不是不小心是故意的 有意的 有意这么做 好我们看两个例句 第一个 The crowd fell down on purpose To make the audience laugh Crown呢叫小丑 那么这个小丑呢 Fail Down就跌倒了 On Purpose故意跌倒 为了什么目的呢 To make the audience laugh 使得这个观众能哈哈大笑 就是小丑 希望能够使得观众的心情愉快 So the crowd fell down on purpose To make the audience laugh 所以说这个地方叫做Purpose 故意的 那么第二个 Do you think he broke the vase on purpose? 那么你认为呢 他把这个Vase就是瓶子 把这个花瓶打破是故意的吗 On Purpose 那么这个也是故意的吗 Do you think he broke the vase on purpose? 好 那么这边有一个说明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点 On Purpose为副词片 刚刚我们说过是一个副词片 那么放在句末来修饰动词 当然副词最主要的目的是 在修饰动词 也是动词 那么看以这句来讲 他也是来修饰这个动词 当然因为他这个片后面 还接了一个不定词片 还接了不定词片 表目的 所以这个表目的要放在最后面 那On Purpose来修饰这个Fail 也算是这一句的末尾 这个地方再加一个 不定词表目的的片语 那么第二个 Do you think he broke the vase on purpose? 这个就是完全是在最后面 那么修饰动词 Broke 故意打破 Do you think he broke the vase on purpose? 这是第一个 好 那么还有进一步的 我看说明第二点 那么相反词为By chance 这个我们经常看到By chance 这chance有点像是几率 机会的意思 那就是不是说有意的 是这种不小心的 不小心 或者By accident意外 或者我们只用一个副词叫 Accidentally 相对于Intentionally 一个是有意的 一个是意外的 意外的就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 所以总共有By chance By accident跟Exidentally 这三个叫做非故意的 非故意的 好 这第一个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用法 以及它的相反的一个运用 一个词 一个片语 好 第二个呢 我们叫Get alone 这个有我们经常看到 Get alone 那么它有两层的意思 第一个呢 它是Advance 或者是Go well 那么它是一个不及物 而不及物的话 就是没有受词 那代表Get alone 就是进展 进展就是进行的怎么样 或者叫做Manager Manager就是我们叫做管理 处理 Manager就是所谓的经理 那么它也是一个不及物 你们也没有受词 那么叫做过活或生活 那个经营自己的生活 就过活 所以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叫进展 一个叫过活 好 我们看第一个 How are you getting alone 那么你这个最近过得怎么样 Get in alone 其实这个我们很像是我们叫 How are you doing 就是How are you 最近过得如何 最近一切的事情都顺利吗 How are you getting alone 第二个 We can't get alone without money 我们不能够get alone 这个get alone 就变成第二层含义 叫做生活 我们没有办法生活 如果没有钱的话 这个叫做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万万不能 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 所以We can't get alone without money 这一个代表 这一个进展 一个代表生活 或者过活 好 那么看进一步的说明 第一个 Get alone 当上面两种解释 就是包含 这一个进展 以及过活的时候 与get on 意思相当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 你可以用get on 所以你可以用 How are you getting on 或者We can't get on without money 所以get on 在这两种意思里面 它都可以取代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文章里面写get on 一定要知道它就是get alone的意思 get alone 不是另外一个片语 是一样 好 那么其后可 第二个呢 比较进展 如果它比较进展 这个就低沉意思 比较进展时 其后可以接with 可以接一个with 再接受词 就变成我们耳熟能详get alone with get alone with 好 比如说 He is getting alone He is getting alone well with his work 就是它的工作呢 进展的十分的顺利 它的计划 它的工作 推进的十分的顺利 就变成 He is getting alone well with his work 好 那么第三 如果get alone 表相处时 这个我们比较常看到 比较常看到 就是表相处的时候 那么从后面接 with加人 这个是要加人的 那么这个前面 这个地方是加物 就事情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如果是人的话 那它也可以 get on with 就表示什么呢 跟某人的相处 怎么样 跟某人的相处 所以我们看 比如说第一个例句 How are they getting alone with each other 那么他们相处的如何呢 彼此 人的话 彼此相处的怎么样 彼此两个 有没有吵架 或者是非常开心的 相处 那么第二个 He is getting alone well with all his classmates 那么这边多了一个well 这个文章也经常看到 就相处得非常融洽 非常的好 So He is getting alone well with all his classmates 相处得非常好 所以一个非常简单 get alone 可以隐身成各种不同的意思 也有各种不同的贷款 所以我们的片语呢 我们要详佳的分析 才会使得我们在 幼稚潜质上更加精确 那么看到很多阅读车员的 里面的意思 也不至于confuse 紋窑 这个是我们最主要 对于重要单字 以及重要片语的 仔细的分析 最主要的目的在这里 好 那么今天 我们整个节目都进行到此 介绍了两个 非常重要的片语 叫做unpropise 叫叫get alone 当然也希望整个节目 如果对大家再来讲 是有帮助 不要了 订阅按赞分享 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以接受到我们 最新最新的影片讯息 期待下次 重要片语的解析 云用见面 谢谢